所以以圣妙法常行教会 但探无上法 学佛功德 学佛就是 学佛怎么修 修功德 佛陀的故事里面 有很多都是 跟学生 跟居士 跟众生相处的故事 那些故事其实 有时候真的很 佛陀很有耐心 真的很有耐心 而且还有一些策略 譬如说 那个阿南 阿南很庄严 对不对 那常常呢 就 要去 化缘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化缘到很成功 因为那个陈东老母很喜欢他 可是有一天呢 佛陀跟阿南 出去 走出去还有一个 那个社利佛 阿社利佛跟阿南 两个谁比较受欢迎 阿南嘛 对不对 可是有一次呢 佛陀经过那个瓜园 这旁边是卖西瓜的 就种西瓜 阿南就去化缘那个西瓜 那个女孩子 一般通常是女生看到阿南会很开心 给他很多颗嘛 对不对 结果竟然看到阿南很生气 他就不要让阿南拿 阿南第一次化不到圆 就是这样 结果呢 佛陀就说社利佛你去 结果社利佛去 那个手瓜的那个 让他就是带枕枪的回来 太好了 切好了 给那个尊者 阿南就很匪夷所思 他说为什么 明明都是我比较有 有缘 一定这个事情一定有一些 前因后果 佛陀就讲 因为这个手园的 这个人 他的前世 是一只猫 有一只猫 然后有一天就 在车上 在马路上 就被撞死了 就死在路边 结果那时候呢 阿南跟社利佛 就经过 阿南一看到有死猫 很臭 就离开了 就是离远远这样 社利佛就很慈悲 真可怜 就去帮他掩埋 就掩埋 然后掩埋了之后 还为他诵经 就这样 结一个圆 你看 你一个化缘 西瓜 你就可以看到 前世今生 有没有 就是 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真的未成佛道先结人缘 你看到一个 往生的人 或者是一个很臭惠的人 或者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你的每一个念头 其实都一直在跟他结缘 我们结一个善缘 也是结缘 结一个恶缘 也是结缘 说一句好话 也不会差 不会减损我们的嘴巴吧 是不是 但是我们常常都因为 懒的说 我也不想说 为什么他不要先跟我打招呼 为什么我就要先跟他打招呼 有没有 那你卡在哪里 其实是卡在你不知道这是功德 就是如果你说这个是我们今天来师父规定 我代替佛陀来规定大家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个礼拜 要去跟一千个人打招呼 要跟他说一句好话 如果你顶了这个任务啊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功课 你就会想办法 一千个要去哪里找啊 每天就抓着自己的老公 是不是 因为没有人啊 你每天碰到的人就是这些人啊 你就会开始去创造很多 想办法去找很多的因缘 所以我们自己就在想 我们要 要来找人 常常都会说没有人 对不对 就找不到人 眼睛看到的都是人 可是却不把大家当人 你听得懂吗 二四六八十十二 十二个人 我们十二个人 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 那个叫做 圆道禅院的 中流砥柱 可以吗 调阿咖 有没有 你们是不是调阿咖 又来了 师父又要设计大家 既然是调阿咖 少一个都不行 那请问调阿咖 可以每天都没有来吗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我们把自己当成是佛 我们每天就是要去跟十个人 我没有办法每天跟十个人说话 那我们每天至少一个人 我来关心他 我来打电话给他 你好吗 你现在有在念经吗 你了解吗 这是一个关怀组啊 如果我们是十二个人 我们是十二个调阿咖 我们每天就都跟一个人 鼓励他 赞叹他 就是劝一个人 是不是 不要重复 请问这一个月下来会不会不一样 我跟你讲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不一样的是你自己 你会觉得你的心怎么变不一样呢 我们需要 有机会 然后要 愿意 因为我们要学佛 佛徒就这样阿 要不然他怎么有这么多学生 他就自己每天每天就去找人啊 每天去托佛 每天去找人啊 不要跟我说没有人 因为我们真的就想一想都没有人 想办法 所以最近我们不是要做儿童营吗 是不是 大家要不要来帮忙儿童营 要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度小朋友嘛 到时候呢 儿童营的志工比小朋友多 很好啊 你以为是在度儿童吗 不是 不是 那他到底在度谁 在度谁 其实是在度我们自己 度我们自己的菩提心 感恩这么多的人 来让我发菩提心 你要学佛啊 菩陀的弟子什么都有 菩陀每天都是在关心这些弟子 他不是等着弟子 你去帮我打便当啊 没有 那是传神师父而已 是不是 没有 我们每天就是 一方面我们要供养佛 然后你会看到佛陀怎么对待我们 佛陀到现在他还在 关心 你看他读地 我们每次读地藏经都觉得很感动 他就一直跟 讲地藏地藏 有没有他一直交代啊 交代地藏 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 交给你的 真的有够惨的 他真的 你看那个鬼王啊 都在地藏经里面都 跑来抱怨 有没有 我们都想要帮助他们 结果他们都恩将仇报啊 他们都不会爱护自己啊 有吗 有没有读地藏经 他每次看 哎呦这鬼王土苦水大会 这个真的很厉害 佛陀他就把最发心的那个菩萨 找出来 然后他跟他对话 然后他跟他对话 他说你是怎么度众生的 你是怎么发心 你怎么可以做这么难的事情 然后地藏王菩萨就讲 因为他过去是怎么发愿 那过去怎么样发心 然后最后还要交代 地藏地藏 我今天把这个 这个重则大任 付主于你 是不是 严福提的众生 真的 的确是 难条难符 对不对 很欠揍 但是呢 麻烦你 念在 大家有善根 的份上 要多照顾大家 愣言经也是啊 愣言经里面那个愣言座之后 那个什么金刚藏王种族 怎么这么多菩萨 还不是因为佛陀 是因为佛陀的关系嘛 佛陀出面了 然后呢 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照顾这么多的 还在修行的菩萨 还有还没来修行的菩萨 所以 只要呢 你愿意啊 你都可以学佛 你可以成为佛陀的 分身 我们就 就是跟佛学嘛 你说师父你怎么那么发心 没有 我们是跟佛学 因为佛陀 是这么最发心 最发心的就是佛陀 以前我们到场了 最发心的就是我师父 从早到晚 没有一句抱怨 每天半夜都是三点 两点三点 两点三点 不知道有没有在睡觉 不知道有没有在睡觉 那 那我们自己啊 就是觉得 很难 要做到这样子很难 就觉得压力很大 但是我们就可以的话 就尽量嘛 没有很难啊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没有很难 就是关心大家 鼓励大家读经啊 然后 大家都来这边 学习佛法 很欢喜 互相照顾 老的互相照顾 不是就是帮这个社会 减少老人问题吧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是不是都老了 来各位 都50岁以上了吧 对不对 中年以上的 就是已经 已经迈向老年了 迈向老年 我们就要 要把自己照顾好 让自己很快乐 很健康 不是问题 你说 我们看到很多老人的问题 我们就不要变成那个问题 我们变成很开心 然后又可以怎样 修佛的功德 这很厉害哦 所以呢 这边呢就讲 学佛的功德 好 那会有什么 生诸佛前 横蒙射受 我们会跟佛 有一种很深很深的缘分 你会成为佛的团队 你就会跟佛很熟 生诸佛前 所以各位 你现在有没有跟道场很熟 是不是 你进来就不会局促不安 要开门 要拿卫生纸 都知道在哪里 要开灯 也知道在哪里 人家进来借厕所 你就会告诉他在哪里 是不是 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说师兄请自己找 对不对 要不然就说师父 他说他要借厕所 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只能一直叫师父跑来跑去 你现在已经变成很跟 跟道场很熟了 哪个师父住哪一间 你都知道 你的厨房在哪里 你都知道 就是很熟 你很熟你就可以 生诸佛前 横蒙瘦瘦 就自己人 就是都自己人了 那我们就是跟佛陀变成自己人 在佛陀身边你不会紧张的 就很自在 而且还可以帮佛陀 照顾很多大众 佛陀一定第一个先照顾 在他身边的人 不是就这样吗 你每天都在佛身边 佛陀的言行 你都不用再拿华言经了 你就直接听他讲了 对不对 有一个人问说 师父我念那个经 很小生可以吗 因为他在家里 用耳机啊 不能发出声音啊 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 你又不是念给佛听的 有没有 有的人会以为是念给佛听的 有没有 他就说 那我这样念完 回向给佛 我说佛还用回向吗 这本对他讲的啊 你了解吗 就是我们常常会 不懂佛法的人 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为王者 读经啊 是读给佛听 这样子 我要发愿我要读一百步 然后读给佛这样 我说佛为什么要 你要读给他 还常常读错 是不是 就是那个发音也不对 你说 你现在是读的时候呢 你直接啊 就是跟佛 就像佛陀在跟你讲话一样 所以才要如是我闻 我们读经就是这样 你就是觉得 佛陀在跟你说话 我在跟佛陀说话 有很多心理 想不透的 想不开的 你读读读读读 你就会知道 你会有那种智慧 有那个读经了之后 会有很多事情 突然之间就明白 你也不知道 到底为什么 这个就是读佛经 很神奇的地方 再来呢 来 方便演说 极尽三昧 赞叹远离 生死轮回 为苦众生 做归一处 好 这十种 都是我们要学的 这十种 再来 为什么要这样学 何以故 有没有何以故 这学这十种法门的目标 是什么 欲令菩萨于佛法中 心转增广 你的心要 发心要发什么 普慰法界 记得吗 这四个字 就是普慰法界 我的心要 像法界一样 是不是要大 要越发越大 越发越大 学佛就发愿 一直发让自己的心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样 那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呢 做住持 我的心是什么 请问我们高雄的 的住持 要负责哪一些区块 高雄什么 高雄 屏东 台南 嘉义 嘉义以南 都是属于高雄 因为我们高雄 总就只有 南部只有一个点 对不对 所以 有没有 业务量有没有很大 就是南部的中心 所以呢 这个住持法师要负责 云嘉南 高平地区 有没有多 中水系以南 对不对 就这样啊 好台北 负责台北 新北 宜兰 花莲 基隆 是不是这样 你想想看你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好桃园 桃园要负责什么 桃 竹 苗 有没有大 桃竹苗 中部呢 台中 新竹 不是台中 中 张 头 你们很会 不错 已经知道自己的管区了 中张头 还有 云林 云林 这才中部啊 这样了解吗 当我们去想这件事情才不会局限在这一块啊这两百坪啊 两百坪你这里面有谁 你的心是要法界 好 所以 那个 就是师父在 那个写说啊 云林盆法会 三百张 你要发给谁啦 那个心就就没有出来哦 那个心没有 就叫做法界 要广大 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是不是这样 那问题是怎么办 要怎么扩大 所以 要增 跟广嘛 有没有 广就是至少你要心量广大 广大到 其实不只是台湾啊 我们只是先从台湾做起 有没有 我们要云端 云端的人到哪里 你看法国的就一个负责欧洲地区 有没有 美国就负责 美加 还有南美洲 是这样 所有的法界都是由心去发出来的 一切为心照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照 你有那个心 你的心就到那个法界 没有怎么办 没有就赶快去发愿 就是要追着佛的脚步 每天就发愿啊 众生无边是自愿度 每天就把普贤行愿品拿来念 突然念到背起来 背起来每天念 每天念 你就不要让自己的念头退掉 因为很可惜 退掉就是 没有 没有办法 就是你退 因为进很难进嘛 可是退很容易 因为退是惯性 退缩是惯性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发心很难哦 发心要往前 要离开自己原来的那个轮回的黏着啊 其实很难很难 就是要往前往前往前 所以上次呢 在跟姓真说 你就是来这边念经 他就我就是不想啦 他就这样跟你说 我就是不开心啦 你不要勉强我啦 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师父就是这样勉强我自己 因为我知道我很不发心 那你很不发心 最后就会 碰到要发心的事情 就很害怕 然后上每次给我的任务 我都很不想 但是因为我不敢 去跟师父说我不要 我不敢跟他说 硬着头皮去做 慢慢的去 去体会 为什么师父要找我麻烦 这样 为什么师父要给我这个任务 我不会啊 我的心没有那么大啊 我只想要躲起来 自己可以修行 没有人认识我最好 出家这件事情是很厉害的 他会在僧团里面会不见 僧团里面会没有你的名字 因为他就僧团就是 远远看一遍 你们去看过很多法师的 那个僧团对不对 去再生大会的去看 所有哇都是师父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 是谁 谁是谁 因为就是一样的身份 这就是 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藏在团体里面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 让我们修无我 可是呢 如果今天啊 我们的心不够大 没有增上 没有增加 你就心就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哦 我们今天要去看你自己 要不要扩大再扩大 因为人的生命 很快就一年了 两年了 三年了 像新测法师也出家快要几年 八年了 是不是 八年了 也很快 我们的人生已经到 快要变成和尚泥了 可以收徒弟了 是不是 是是真的哦 那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发心 有没有随着自己 越来越广大 越来越广大 这件事情是 你要不然等到 我们真的 我想通的 我要发大心 已经80岁了 你这个发大心就是 期待未来的啦 你80岁你没办法做什么事 现在正好 可以做大事 做很多事 所以每天每天就是 一直在追着时间 在想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做什么 大家不要想说 我已经老了 我退休了 80岁之前都不可以说 老了 是不是 春初你现在几岁 60几而已啊 60几而已啊 还可以做耶 可以做十年 可以做二十年 这样了解吗 那 这就是什么 让自己的心可以广啦 增广 增加跟广大 菩萨的修行 要增加跟广大 就是要一直 往上升 一直往上升 好 升级哦 为什么 因为当你的心增广的时候 你会看懂佛法 你会看懂佛陀的教法 读经都读不懂 对不对 很多人是不是这样 我奇怪我都读不懂 我已经念一百遍了 还是读不懂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去做 没有去做 你没有去做你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嗯 我们在第一次哦 讲华严经的时候是2013年14年 那时候开始讲华严经 那讲华严经呢 真的是不懂 不知道在讲什么 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还没开始印的 是用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那一本 美音好像有上过 好 这就是那时候不知道在讲什么 你们也不知道在听什么 好 所以有听就好 没听啊 现在这个时候 十年后 因为我们这中间 很认真做事 很认真做了很多事 也其实也没有很多事 但是就是至少很认真 有很多 很神奇 从原道到现在的宝言 你们好几个都看到嘛 是不是 你们还在原道 还一直在原道 事实上原道也没有变 有没有 但是 师兄越来越多 不是原道的师兄 是整个全世界的师兄 有没有 好 那其实全世界的师兄 本来也都在啊 在我们有原道的时候 他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 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活动 所以 你就认识了 原来还有这个师兄 还有那个师兄 原来这地球上还有这些人啊 但是大家其实都是同一个时代 互相不认识啊 互相没有认识哦 有吗 是不是 你现在六十岁 他也六十岁啊 那个谁也六十岁啊 所有的人你认识的六十岁 他在六十岁这六十年当中 他也存在在某个地方 只是你没有认识他 大家了解那个法界的概念吗 就是 都存在着 只是彼此没有连结 没有关系 好 那现在因为佛法而让大家有连结 因为佛法 那佛陀呢 他在讲华言经 也就在讲这件事 就是这个世界其实一直是 就是这个状态 只是你不认识他 你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你用想象的也没办法想象 因为我们看星星 你也不知道那个星星里面是什么 是不是你只看到一个光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甚至于我们连我们这个离开这一个区 这南区高雄的南区是什么 你可能都不知道一辈子住在高雄 你也不一定会去 有没有 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很 那个 肉体是很有局限性 肉体的时间跟空间都是很狭小的 好 那我们今天要把心扩大 然后去看到这个全世界 你只能透过佛陀的智慧 你才会知道原来世界很大 可是佛陀的智慧 他说不是佛陀自己有而已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 那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样才会有佛陀的那个智慧 他就跟你说 你要做啊 你要行 要实际上去做 大家一起做 一个人做 你会觉得好像做的很少 你看不到效果 所以现在是 大家一起做 你扮演其中一个角色 你是一个团队当中的其中一个 好 这就是叫做华言海会 海的 我们是一颗泡泡嘛 一个水滴 你要听到那个海潮音啊 比如说诵经 你自己在家里面诵 跟 跟 五百个师兄一起诵 那是不一样的哦 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到五百个一起念啊 你听得懂吗 五百个 那你就得要怎样 你要在一个团里面 你在生团里面 在团体里面 然后大家一起去 你去感受那种 大家一起 诵经 的那个 法界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办那个华言海会 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场地 我们还没盖好吗 盖好的是可以 到时候就更远 要去台东 是不是 了解吗 要去台东 哦 似乎太远了 没有关系 圆道还会在 你也可以来圆道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要去有那种 很殊胜 的场景 那你真的是 要有五百个 一千个 那个这是不一样 因为 师父在的 生团 每一次的早课 或者是在唱 光是唱炉香战哦 就是 百人以上的 唱诵嘛 那在那里面的唱的时候 你是 你是毛孔都会张开的 不是早课晚课 而已哦 每一场 每一次 你只要唱饭拜 你就会知道那个是什么叫做书生 就百人以上 你要去找到百人的合唱团不容易 但是呢 生团 就百人以上 你每天做早课晚课的那种 力量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嘛 对不对 还在努力 努力努力努力到什么 当你的心到这么的宽广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 自然 你就懂佛法 你就听得懂 看得懂 佛陀在讲什么 你就知道佛陀为什么要讲这些经 所以呢 他只要讲 有所文法极致开解 你就明白了 那明白之后不是说 哎我都懂了 我说我都待在家 不会 你就知道说 佛陀教我们的这个菩萨行 是怎么一回事 你肯定会发行 因为你的心没有疑惑了 我的心会疑惑啊 为什么 我跟着这个师父 他真的是无我吗 有没有 我们在这个生团 很多人都在问 哎就在观察 哎你这个是 是不是该不会是又有什么私心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的人都有私心啊 对不对 好那 对啊对啊 我们师父很棒哦 可是你确定 各位你确定我都没有私心吗 我自己都很不确定 了解吗 我有疑惑啊 我很担心啊 担心什么 担心我们的知见不对 担心我们有很多不圆满 然后把大家带走走错路 走歪了怎么办 了解吗 那所以呢 这就是有有疑惑嘛 那有疑惑怎么办 就要更发心 为什么 因为你发心你才会 越来越没有疑惑 那那怎么怎么发心 就要把这里面的 这个佛陀教我们的这十种方法 都拿来做 一直想尽办法的做 做到 有一天我们真的 明白了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真的 完全没有疑惑了 你就叫做 发心注 好 这是就是这样啊 所以 我们要能够啊 明白啊 断三界见惑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 断三界见惑 因为我们现在有见 所以会阻碍我们发 真实的心 只要 在发心的时候产生的障碍 通常都是因为 你的观念不对 通常是因为我们还有见惑 有没有 有身见啊 边见啊 还有我 最最重要是我见啊 我见是很严重 直升为我 要么就是 师父这不是 没有用吗 没有用叫断见 有没有 做什么都没有用 叫断见 这个 他会一直这么的 不发心 这叫什么见 蛤 对 常见 就是你把人家贴标签 那个就常见 你就是都是这样啦 那叫做常见 有没有 死性不改 江山亦改 本性 怎样 难移 那个叫常见 然后呢 这个人死了 就没了啦 那我只要 这不是我的事 就不是我的事 我不要管就好了 那就是断见 就是 就是你以为这样子就好了吗 不行 我们的观念跟态度 就是 你要一直不断不断的去突破它 然后去试 试很多方法 一定会有正确的 一定有正确的 只是我们一直把 不够好的 再排除掉 那这就是断三界见惑的方法 三界见惑的方法 就是这十个 你如果要学菩萨行 就是这十个 我们要 这个勤供养佛 乐住生死 来大家一起念一遍 这个实在太重要了 来 勤供养佛 乐住生死 主导世间 令除恶业 以圣庙法 常行教诲 叹无上法 学佛功德 生诸佛前 横蒙射寿 方便演说 极尽三昧 赞叹远离生死轮回 为苦众生 作归依处 这个十个 何以故 欲令菩萨 于佛法中 心转增广 有所文法 极致开解 不由他教顾 这是 这个 这一段 很厉害 他 就是 通教的 见地 就是开悟位 在别教当中 他才是 第一个心而已 你看这个华严精 真厉害 他把 这个三十星 三弦位 讲得很清楚 那当然呢 其实 第一个心 安排好了之后 后面就通通 都顺了 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发心柱 发心柱 这十个项目 然后呢 这一段呢 就是什么 此时柱 我们继续看那个 回来看 教官刚中 请说 我们后面会来讲说 这个 这个什么 反正 我们来看 师傅 我这一次在那个 禅期的时候 户期 我也是跟往常一样 就是 持五 发愿 但是这一次 我每天早上 要煮三十四个人的养生粥 然后我常常 我在师傅之前 因为我在念经的时候 你煮三十四个人的养生粥 我怎么都没有吃到 因为你都没吃 然后 然后我之前 我常常会 会有OS 跟那个内心的我来对话 那这一次在养生粥 因为煮这个养生粥 大概要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 前两天我还都是会有 但是到第三天开始 第三天的时候 我在煮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觉到 我内心的那个声音又出来了 结果我就想到师傅的方法 用参话筒 我就马上 谁 这样子 结果他竟然就破掉了 就永远不会出来 包括我 我读那个华严经的时候 三卷主以前 都会跟着念而已 怕来不及速度 然后就一直念 其实也不知道在念什么 但是当师傅 做了一个自我评分开始 哇 你知道吗 自我评分 它能够让你 屏除那个妄念 产生 然后又加上乐活 乐活它是慢慢的念 所以我现在一字一句 都可以跟传承师傅一样 很清楚的念出来 然后我非常的高兴 现在我就想要请问师傅说 那个内部的那个声音 是第七世吗 对 内部的声音不是第七世 是第六世 但是第六世的妄念 很多 它因为那个我 它那个我 在控制你的第六世 然后呢就是那个 那个我呢 就让你的第六世在修善法的时候 它会出来阻止你 那出来阻止你的时候呢 就说你干嘛对人家这么好 他们又没有很厉害 然后呢 你这样子发心 你自己都有得到什么 就是它会一直来阻止你去对人好 就是起善念 那以前呢 那个善法的功德力不够的时候 它就会 就会让我们常常起烦恼 就一边做 一边烦恼 一边做一边烦恼 很容易这样 然后再加上一个外面的圆 又不太好的时候就爆炸了 就是里应外合 那就有一个理由让我们不做了 不修了这样 那你现在因为你学的法多 然后那个量有在增加 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然后有一点责任 有一点责任就是乐活没有你不行 这样你了解吗 就是说这件事情是 我们在发心的时候 刚刚开始可能是有有点勉强 但是到最后变成一种责任 然后这个责任就会让我们 每一次都一定会在 我都一直会在 那每一次的法门 法会 每一次的发心都在 不是选择性 而是基本班底 那个就是变成 佛陀的基本班底了之后 有没有 生诸佛前 横蒙射寿嘛 那每一次的法会 这些佛陀的天龙八部都在 有没有 连金刚经也都在 常随地址就是每一场他都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他的修行的观念 他就会 很自然 他就会成片 那你就 你的力量就会 变强 然后就可以 把 把自己的那个妄念的那个OS 就很奇怪就破掉了 因缘成熟就破掉了 那 这个是 有累积的啦 其实我们 我们一般呢 通常不知道自己在 翻翻腦腦 翻翻腦 修修修到 还是翻翻腦腦 有时候我们看大家 彼此看的时候很近嘛 你这个礼拜是这样状态 你下礼拜还是这样 明年还是这样 后年还是这样 常常会 会觉得这个人就差不多啦 因为习气很容易是 被定型了 那 我们一旦贴了标签之后 我只要遇到这种情况 你的 相似的 心态就会跑出来 那 现在是 你发现了 发现了之后还可以有办法 把它给弄破 弄破其实很简单 其实就是 其实参花筒很好用嘛 一下就 真的没了 那你就会发现 原来这是 可以练习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这十柱啊 它这个 我们看哦 此十柱名 习种性 有没有看到这三个字 种性是我们本来就有的根性 我们本来就是菩萨 哦 本来就是有佛的 佛种嘛 但是呢 习是什么 习惯 习惯 对不对 还有什么 练习 好 熏习 好 你看那个习 是不是 上面是羽毛 那个习是不是羽毛 它有羽毛 对不对 好 这个羽毛呢 下面 日 是什么 每天 对不对 然后那个点 是什么 每天进步一点点 就像小鸟 要练习飞 小鸟的那个羽毛长好了 它要练习飞 它要怎么练习 它要每天每天每天 一直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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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练到后来 你看那个小鸟是不是会飞的 要不然本来鸟是不会飞嘛 鸟长好的时候 它有羽毛 终于长好了 它不会飞啊 它不是天生就会飞啊 它也要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练习到最后它会飞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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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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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到后来 诶 它就会飞 那练什么 从假入空观 要练一切智 练一切智 那怎么样从假入空呢 就是从 你黏着的 那个执着里面 要先把它怎样 要关空 那我们最黏的就是那个我啊 所以这十个方法都是让我们把那个小我变成大我 那现在呢 最可靠的大我就是佛嘛 是不是 佛陀就无我啊 他就是大我啊 那你在佛的教导之下 你就会越来越像 你会越来越像 所以叫相似 我们学佛啊 佛怎么做 佛的功德 他是无怨无悔 那我们的怨 会制造 出障碍 我们的不甘怨 不甘心 制造障碍 就会让我们的心没有办法 用 没有办法好用 譬如说 我看到他我就 有气 我看到他我就有气 我就好话都说不出来 你了解吗 那你看那 你是不会说好话吗 其实不是 是因为你被那个人 造成的障碍 有没有 所以其实众生 无边 要誓愿度 其实最重要的是誓愿 有没有 我愿意去度他 所以众生只是来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愿意 你就了解吗 我就不想 我就不愿意 我就不喜欢 我可以说我不喜欢 我不想 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干嘛要为人好 我为人人 那人人有为我吗 有没有 就是这样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 你可以说 你是有目的的 你就要去问 你的目的是什么 可是菩萨呢 他只问 他不问目的 因为这件事情是这样 你愿意做 你的结果是佛 你不愿意做 你就是继续当众生 就这样一拍两瞪眼 所以我们就会 原来佛陀是这样做 所以我就硬着头皮 做佛做的事情 我们还没看到终点 还没有看到结果之前 要靠这个 要靠相信他 要靠相信佛 要不然你要相信谁 这个世间没有人可以相信 所以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甚至于你 你要相信那些什么专家的学者 跟大家说 没一个可信 因为他们有没有做过 他们有做过佛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问佛啊 现在盖道场 大家都说 师父啊 你要盖那个样子 盖那样子 我说 我都不相信你们 你有没有住道场 你有住过道场吗 是不是 有住过道场的是我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那个建筑师啊 他就是很有 很 很 怎样 你说建筑师啊 我挑什么建筑师 就挑那个聪明的建筑师 聪明的 他为什么聪明 因为他会听师父的 因为他会听师父的 他会听师父 师父说 这边要一个通道 因为我们要去做早课 他说好 他不会说 师父这样子不美啦 这个你们都不懂 那个建筑结构啦 不会 因为他知道 他没有住过道场啊 是不是 他会听师父说 师父你们需要什么 免得到时候盖好了 我们一直骂他 你听得懂吗 那他没有责任啊 因为这盖给我们住啊 住在道场里面啊 我们要想 我们这样走 抱着我们的棉被 去晒棉被的时候 如何不要被游客看见 我们要想这个啊 要不然到时候 是不是每次都说 没硬 快点 我要晒棉被 你从后门偷偷进来 免得被人家看见 一个法师抱着棉被去晒棉被 有没有 游客就说 哎呦 那个法师啊 真有趣 是不是 还有看到抱着棉被去晒棉被的法师 这样 光是想 想这个 你就会想象 到时候如果一堆游客都在门口 看着法师在睡觉 你能够隐藏在人群当中啊 是不是 啊 所有的小朋友在里面 嘎嘎嘎嘎 这个道场应该没有人要住吧 这虽然我们要给儿童当乐园 可是也不能够 因此就把所有的法师都吓跑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这就是什么 你要去找适合的人 然后这个人呢 他能够懂得尊重 尊重 然后懂得佛法 那佛法里面很简单 就是听佛的 好听佛的 那你为什么要听师父的 因为师父听佛的 你了解吗 就是这样啊 所以师父值得信任是这样啊 因为所有的法师都被训练规范成要以佛为师 佛要怎么教我们 他说以戒为师 所以就跟着戒律走 这个人是可靠的 了解吗 你受了菩萨戒 你是不是菩萨 你受菩萨戒是菩萨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法师 他一定 半月半月一定会念 送菩萨戒 一定会遵守 他不敢不送 他一定会送 因为这是规定 这是作为法师的规定 好 各位 你们受完菩萨戒 我们在 各个分院都有半个月半个月送戒 现在剩下几个 剩下维挪月送祖送 三个 你了解吗 为什么 阿朗招一堆 这就是菩萨不可信 就是 了解吗 菩萨跟法师的差别 就是菩萨有来就是加分 法师没来就是减分 没做就是减分 法师是以满分来扣分 菩萨是以零分来加分 你了解吗 你们如果被师父要求 每天来就要起烦恼了 师父我有来就不错了 今天是因为你来了 所以我也来了 明天师父你没有来 那我也是在家 有没有这样 这就是菩萨 那不管在哪一场 都一定有行车法师 有没有就法师啊 我们基本班底 每一场一定有法师 常随重 因为我们常随佛学 好每一场都有什么 隆天护法 每一场都有 但是不是每一场都有人哦 因为人有一些很奇怪 很奇怪的卡住 那你就就因为卡住 然后你就让你的菩提心 没有发出来 那没办法 也就是要练习 要练习 练习练习到什么 练习到你不管在什么时候 你都能够发菩提心 这也是师父现在在练习的 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我都要练习发菩提心 在任何人 遇到任何事 我们都不要因此而退时菩提心 那怎么退 其实退就是不要发而已啊 不要发就叫退嘛 我不要发 那你就是退 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 发菩提心 这样了解吗 你管什么 你管谁在这边 我们就是来 我们是来跟佛结缘的 我们来供养佛的 所以请大众啊 既然都有一个因缘 我们读读华严经 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发菩提心 这一定会变成 显学 传承师父常常在讲 就是华严经要变成流行 流行之后呢 他会变成很日常 就像现在手机是流行啊 30年前哪有这种事 是不是这样 你们有想象到 在有生之年还会有那个 手机这么方便吗 是不是没有想象 以前还BB call 春如你小时候 有没有那个BB call BB call还不是做生意才要去BB call 还要去公共电话去回说 请问是谁打给我 是这样耶 现在呢 不用了 马上就如在目前 是不是还视讯 还要发展AR 然后呢 这个人就好像是在这边 还可以有3D 4D 还可以摸到软软的 好像握手就握到他的手这样 然后还会有味道 就是是很神奇 现在这个时代 一直在研发 一直在发展 可是 我们的心 其实没有 没有进化耶 其实我们的心没有进化 就还在困在那个执着里面 所以他不是说科技发展 我们的心就 就会比较好 越方便的科技 越 不一定让我们的心 越灵活 以前的佛陀时代 他哪需要那么多工具 他就到 去哪里就用飞的 有没有 瞬间移动 我们现在呢 去哪里 还真的很难 都没有办法 记忆力变不好 怎样记忆力 佛陀的 那个时代就是如是我闻 听一遍就记起来 有没有 为什么我们现在都记不起来 因为其实太方便了 你手机你只要有存档 你都不用去记电话号码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家里电话号码 因为没有需要按啊 有没有 就没有需要按 所以你都记不起来啊 以前的时候都还是要记很多很多电话号码 有没有 还要记很多人名 如果没有读华严经 我们现在的脑子几乎都退化 因为现在的时代太方便了 方便到你都不用用你的心 你就可以过得很好 你每天就是这样过得很好 各式各样的工具 让你过得很舒服 然后就让心失去那个灵活度 所以为什么现在失智症很严重 有没有 一直吃药都不会好 要来读经 然后一直硬念 舌头这样子一直动动动动动 这是一种运动耶 好他他会连动到神经嘛 让你的神经活化 让你全身都活化 而且能那个乐活好像还有那个他还有教一些什么健身操对不对 就大家在那边动一动 要不然基本上坐在电脑前面都没有在动啊 这样了解吗 所以其实如果行菩萨道的确是会让我们的生命会一直在一个很活泼的状态 然后越想越越多都是功德妙用就是圣妙之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发心 这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要练习 练习的前提就是相信自己是个人才 相信自己是个菩萨 相信自己是佛的弟子 这样子 好 来我们来回向 咱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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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